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来了新的一年 能够让我们精神振作 好好的学佛做人 能够拥有更好的一个心态 在人间生活 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曾经为众生做了很多的善事和功德 那么新的一年到来 首先要懂得怎么样要继续地做功德 佛法界讲了叫功德的累计 叫累极功德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在新年当中要好好地学佛 因为学无止境了 每一个人都要懂得 现在人最大的烦恼就是心 因为烦恼它是心内的一种毛病 这个毛病实际上就是像 任何一部电脑的有这个病毒一样 犹如像我们身上的一种不好的细胞一样 它时时刻刻会在我们的精神当中和心灵 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每个人都会想不通 想不通之后 在自己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挂碍心 然后一直想不通 才会成为一种漏洞 就是有漏 有漏之心就会越来越想不通 越想不通 越会失去智慧和般若 这事故让你们要懂得 怎么样堵住自己心中的漏洞 那是最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杂念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不通的东西 所以在新年当中要懂得 我去年我做过了些什么 去年我有哪些是做得很好 有哪些必须要改变的 在自己心中慢慢要分明 要慢慢要明白这些道理 当你明白这些道理 你就看到自己的本性了 当你不能明白这些道理 你永远顺着人间的意境 在慢慢地走啊走 所以你就会让自己 进入一个迷惑颠倒期 所以当一个人迷惑颠倒 可能就会做错很多事情 所以任何一个人做错事情 实际上都是因为没有智慧的表现 所以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要有好的心态 我们要像烟花一样 放上去 让别人都开心 都雀跃 放完了很低调地垂下了眼帘 让别的烟花 也就是让周围的所有的人 都能散发出他们慈悲的光芒 而我们散发过了 就要学会低调 团结一心 你才能制造出整个烟花的 这种灿烂独目的光芒 所以不要以为一花独放 它不会让别人感觉 春天到来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 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业正命 这就是我们学佛法的要正 所以正精进 正信念 正定 所以都是对我们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能够在有效的时间当中 好好做出 无限地为众生服务的工作 所以求到佛法了 我们是最有智慧的人 理解佛法了 我们是有般若的人 当你运用佛法的时候 那你就是一个开悟的菩萨 新年新气象 希望大家能够在新年当中 好好地学佛修心 人成及佛成 你做人做得像菩萨 你就离菩萨不远了 也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学佛修心 也希望很快地能见到你们 师父也希望大家 学佛精进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